我作佛使 十方众生 吻我名号 致心信药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处五命 诽谤正法 净土圣贤路 民国 吴臣寺 民国时期 有位叫吴臣寺的居士 法名德畅 福建南安县人 他从小家境贫苦 年幼时 父亲就去世了 后来 跟随兄长到南洋经商 他侍奉母亲 非常孝顺 每两年 必定回家 探望母亲 后来 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 他把母亲 接到了南洋侍奉 可老人家 在国外住不惯 于是 他又陪老人 回到了家乡 并随室左右 他照顾母亲 随教随到 无微不至 母亲病了 就亲自为他梳头擦洗 无尘寺居士 最初不认识佛法 只是每日读诵 观地明圣经 他宅心人后 凡是有人 以金箍养老 蓄寡连贫 施衣济药 修桥造路 师官放生 兴建农田水利 及五主公墓等善事 来向他请求帮忙时 他没有不尽心竭力的 或是独自去办 或是与他人一起办 民国十六年 即公元一九二七年 五十岁的吴臣寺 发出世心 于是 他关闭了海内外的 所有商贸业务 开始持长斋 并修学佛法 他皈依三宝 并依止印光大师学习 专修净土法门 每天念佛数万声 十余年来 未尝渐断 居士非常仰慕虚云老和尚 弘一法师等高僧 且竭尽所能 供养成事 而他自己 却奉手极为节俭朴素的生活 穿粗布衣服 吃清茶淡饭 民国二十九年 即公元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九日 吴臣寺四居士 微微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 九月十九日 他忽然嘱咐家人杂物及后事 交代后 无尘寺四居士就完全放下 身心世界了无牵挂 唯有一心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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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七日晚上 吴臣寺居士 忽然高声喊道 我亲眼见到阿弥陀佛了 我必定往生西方净土 家人问何时往生 他只是说 明日 并伸出三个指头示意 这天夜里 他的妻妾急而行 都梦到了西方三圣 身相庄严 雄伟高大 二十八日 他让家人为他沐浴披衣 下午三时 吴臣四居士 在数百未善友的助念声中 盘腿端坐 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锐相庄严 十年六十二岁 到了第二天凌晨五点 吴臣四居士的头顶 仍然有些温热 善友们分班轮流注念了七天七夜 直到十月初四才火化 火化后 发现他的牙齿 全部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并且颜色洁白如玉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讲过很多很多次 是活着去的 所以 诸位千万要记住 不是死了去的 我们神智很清楚 眼能见 耳能听 口能言 是活人 不是死人 看到阿弥陀佛来了 西方三圣来迎接 我们是欢欢喜喜跟着他去 跟他去 这个臭皮囊不是好东西 肮脏得要命 把它丢掉 不要了 我们是跟阿弥陀佛活着去的 不是死了去的 所以 没有死 这一点 要认识清楚 要搞明白 唯有这个法门 一生当中 可以不死 所以 大家能够 如理 依照经典讲的道理 如法 依照经典所说的方法 去修行 我跟大家讲过 确确实实 可以做到 不老 不病 不死 还有哪个法门 比这个更殊胜的 找不到了 上镜下空劳法师 弥陀要节演绎 第一集 1995年1月 台湾高雄 圆亨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